儿童新闻联播 你们这么燥 你们老是知道吗 儿童新闻联播现在开始 我是小雅 我是小虎 我们继续去看看南方的暴雨新闻 昨天傍晚 武汉东湖 落雁路 一个水闸 大闸蟹的闸 正在排水 湖水都快淹到路上了 还没流完呢 是啊有上百个人 围在闸口 闸口捞鱼 哦 有的人呢 水都在腰上了 也不害怕 一个31岁的叔叔正在忙着捞鱼 脚下一滑 摔了个大马爬 水流又太急 不到三分钟 那个叔叔就被淹看不见了 死了吗 可能吧 好危险哦 嗯提醒小朋友们 暑假到了 被水淹 对小朋友来说是最危险的 说到危险 最近吧 一个粗心的老爸 逗孩子玩 一高兴把他五岁的女儿举高高 我也喜欢举高高 但是他忘记了头上有一个电风扇 在转啊转 哦 不会打到头吗 对啊 那个小朋友的头被抓得很快的 电风扇割伤了 哦 好吓人哦 所以啦 哪怕在家里也是有危险的 小心啊 儿童新闻播还在继续 今天我们说的新闻都是和小朋友的安全有关 下面这个新闻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是总是会发生的 四川一个妈妈 不知道怎么的 把三个月大的孩子反锁在车里 当时车外的温度有36度 车里呢 车里肯定超过40度 孩子的脸都变红了 他妈妈急得大哭 好在有两个交警经过 马上把车窗打烂 救出孩子 吓死宝宝啦 所以啦 再次提醒小朋友 一定要注意安全 儿童新闻播就到这里 我是小雅 明天见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是小虎 祝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 安童新闻联播 跟宝宝加油 安童电台独家制作不出 哦对了 他们东东正在乔包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